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就确定了黎峰来主演《松魔》 这部剧一格就是四年 2022年终于播了 作为43集的古装奇幻大剧 它是华策影视优酷和企鹅影视 三家一起合作的大块头之作 著名作家苍越的奇幻小说 近双城人气很高 问世15年读者无数 其文风诡异灵动 有日曼和唐汉古风相融合的韵味 故事中主人公的遭遇 让很多学生当沉迷 而醉心 这也是很多90后高中时代的青涩回忆 虽然是奇幻的外壳 但是这本小说本质还是青春文学 2018年 竟双城立项确定了黎峰作为主演 而女主起初传言是杨子 后来变成了陈玉琪 2019年5月开拍应该是杀青很久了 但是迟迟没有定档 这一次终于要播了 李峰陈玉琪 最受期待周深毛不一张碧晨现场 该剧导演是尤达志 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 实际上 他和弹卓郭京飞迪战剧对手的导演 卢伦常一样来自香港 尤达志一直和杜琪峰紧密合作 才很有才华 1998年 刘青云与梁朝伟主演的犯罪动作剧 《暗花》就是他主导的作品 《在线阿朗》 《侠挂一枝美》也是游导演的作品 2014年 热播爆款剧陈宝国的《湄公河大案》 也是他参与制作 该剧讲述了热情嗨朗的中州少女 纳生为躲避乱世 长途跋涉寻找梦想家园云荒的故事 在这部剧中 李一峰饰演男主苏摩 是娇人傀儡师 是海皇的转世 也是新人海皇 陈日齐饰演的女主白英 是空丧太子妃 也是剑圣尊渊的传人 奇幻的甜虐故事 热度很高的李一峰 在剧中饰演云荒第一美的男主苏摩 唐烟旗下艺人陈日齐饰演的白英 让人眼花缭乱的特效 是这部剧目前最受关注的几个点 当然了 这部剧在音乐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电视剧主题曲 请来目前最火的周深来献唱 念归去 毛不易演唱插曲 爱若无声 这还不够 竟然请来了张碧晨 也演唱插曲 不畏欢喜 有多有真相 一部电视剧 歌曲竟然能出专辑了 净双城片方为了给这部剧预热 放出了多个预告片 很多观众急迫地催促 该剧上线播出 当然大家对于男主李一峰比较熟悉 从古剑奇谈到动物世界 从青云志到隐秘而伟大 从我和我的家乡 到号手就位 李一峰都能够轻松驾驭角色 而正是因为这个 大家都超级期待他的净双城 陈日骑士谭恩利捧的旗下艺人 就如同杨幂与迪六热巴的关系 他参演过的锦绣未央 倚天屠龙记 小米晨晨静如霜等古装剧 演技中规中矩 剧中叶圣家杨志文 郑叶成等演员饰演的角色 也是备受很大关注 特别是灵动可爱的杨志文 本来饰演女主那生 电视剧改编后 女主换成了白鹰 能否成为爆款剧 此前杨幂主演的 古装剧胡珠夫人 在各种争议声中 播放量突破40亿 一直占据电视榜热搜的第一名 说明古装剧市场观众群体很庞大 关键是电视剧要拍得好 2015年 赵丽颖与霍建华的 古装奇幻剧 华前古成为超级爆款剧 七年后 这部古装奇幻剧 近双城会不会成为爆款剧呢 1月16号晚腾讯优酷会更新八集 看看就知道了 你会去追这部剧吗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